由永利呈獻總獎金高達200萬美金的國際系列賽澳門站 昨天在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圓滿受冠 CG賽是維亞巡賽國際系列賽的第二站 契品在超過20位Leaf God球星 和國際系列賽2023年賽季的全部冠軍參賽 而33歲的美國選手約翰·卡特林 憑著兩個傅家棟以一綱優勢險勝西班牙球員戴衛普爾格 贏了冠軍獎盃和36萬美金的獎金 成為最終贏家 這次也是他第五個亞巡賽的冠軍 然後三人在第一場比賽中我已經殺了所有人 所以我得到一個很適合的倒數 然後我撐了一個很好的七、八足球球 他做了一切 然後這就變成了一個差勢 所以這是一個玩笑的遊戲 備受觸目的國際系列賽在永利呈獻之下首次登陸澳門 在開賽前一眾球星也率先亮相在永利皇宮裡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當日記者會上主辦單位亦向澳門特殊運動會捐贈25000美元作慈善用途 為了令大眾可以一同感受賽事的氣氛 在一連四日的賽事期間 永利皇宮的藍門戶外草瓶也舉行了高爾夫加連華 而永利亦希望推動澳門本地共融體育 發掘有潛質的賬別運動員 所以亦率先邀請了澳門特殊運動會體驗高爾夫球的樂趣 而當日歌會旗下大約20名運動員和亞秦賽球星進行了互動交流 在加連華上面不僅有美食和遊戲的攤位 還有令大人和小朋友都樂而忘返的小型高球和居型泡泡高球體驗 令市民和遊客都可以從餐飲到娛樂全面感受高爾夫球的樂趣 哇!很多不得了啊!很多無語倫比啊!真不知道怎麼形容 每個街大歡喜 玩得很開心 那些小朋友到處有活動空間就夠了 陽光又燦爛 天氣又好 又不下落雨 廁所一級豪華 我真是沒得嘆了 另外有市民也都認同澳門應該要多些舉辦相關賽事 認為可以帶動更多旅客來到澳門 其實澳門那個Huntry俱樂部這個高爾夫球場是非常具有特色 而且它是一個山場來的 我覺得它的難度和各個環境 整個環境都是非常吸引的 非常認同要搞這些賽事 因為可以帶動很多旅客過來澳門 而且始終中國對於高爾夫球來說都是比較 最近幾年才開始普及 外國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一個運動 所以如果多些辦這些國際性的賽事 可以更加令到中國或者本澳的年輕一代 更容易接觸這個運動 不但就是這樣 賽事期間 永利為了令球迷不會錯過球星較勁的珍貴時刻 在高爾夫球加連華的現場 永利澳門湖半二郎 和永利皇宮活動中心都同步進行了賽事實時直播 令大眾可以進程投入當中 在這次國際系列賽澳門站正式賽事前 也舉行了職業業餘配對賽 相關系列活動也吸引了不少明星到場 而冠軍頒獎典禮也在昨天 在永利皇宮酒店南大堂舉行 經過連日來的激鬥 這個榮譽冠軍獎盃 終於在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總裁 並執行董事陳志玲的見證下 由澳門體育局局長潘永權頒給冠軍約翰卡達林 而陳志玲也說 永利希望透過這項賽事支持澳門的多元發展 再力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 他還說眾多位球手連日來精彩的表現 令這場在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舉行的精英大賽 展現出最高的水平 中學者全都演出最高的水平 在哪個水平 中學者全都演出最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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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水平